第千灵四十三集 金乌一族的老王子嗣绝不少 但是唯有达到圣主级 才有资格被称作太子 如此足以说明了一切 往昔有两三个太子就很强大了 而今却一下子出现了十尊 鼎圣之事可见一斑 叶凡在远处聆听 得惜这一切后心中同样很吃惊 他觉得不可思议 这太过梦幻了 一门十太子 怪不得就连路鸭的手下前来 都让众人侧目 这样的鼓足谁敢招惹呢 六太子真要替尹天德出手 有一个年轻人小心地问道 八景宫的主人天总之姿 即可与我族的老王座而论道 是路鸭太子的至教 自当出手 一个金屋族的年轻人答道 提起尹天德 没有人不凌然 深不可测 万教皆不愿惹 不然凭金屋一族的强势 怎么可能会与他结交呢 天狼山庄 以山石开凿而成 有一种特别的韵味 进出的人很多 无比的宏伟 占地极广 九太子什么时候来啊 一位教主问道 对于强大的金屋一族 许多人都想处理好关系 我族九太子 大概稍晚时会到 去准备了一宗礼物 实在是太客气了 九太子能来就好 何须如此啊 老狼神的一个弟子 出来含笑说道 对于这些人很客气 命人将他们迎了进去 山庄内很朴素 但却不简陋 石宫宏伟 言典巨大 气势凶浑 早已来了很多人 都是一方的杰出强者 在这里遇到一教之主 以及天资惊人的奇才 不足为奇 忽然 金屋族的一个年轻人 见到了不远处的叶帆 猝起了眉头 唰的一声 将手中的画卷展开了 很像啊 眼角眉梢几乎一样 不过却没有那么落魄 一个年轻人惊异 他不知六太子 要路过芦州吗 可能会出现在天狼山 他还敢来此 另一个人 金色的瞳孔 射出两道金芒 这几个人快步走了过来 来到 一直很低调 坐在庭院角落里 赏景引查的 叶帆进前 盯住了他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一个金色瞳孔的年轻人 沉声问道 也凡看了他们一眼 我来此时刻 你们是此地的主人吗 在审问犯人吗 一名金屋 冷哼一声 脸上浮现一层金气 一下子就逼了过来 神色很不善 盯着他看个不停 另一名年岁烧掌的金屋 拦住了他 为让他轻举妄动 客气地问道 这位朋友莫怪 请问你是 叶帆 叶帆将茶杯放在石桌上 抬起了头 黑发散开 露出了真容 惊得金屋族几个年轻人 全都蹬蹬蹬地后退 是你 竟敢来这里 真是好大的胆子 六太子要路过此地 居然没有躲避 敢真身来此 几只金屋当时就叫了起来 引起许多人侧目 惊异地望了过来 叶帆一巴掌拍出 将一个用手点指 他的金屋拍飞了出去 骨头碎裂 金色的血液飞溅 很是吓人 我在吃茶 你们也来烦扰 真是过早 你们的六太子路过此地 都要让我回避 到底是谁嚣张 几只金屋早已化成 人行 实力都很不凡 但此时却神色难堪 一言不发 转身就走 他们看出来了 这个人很可怕 绝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即便身上有专门 为对付他准备的进气 也没有把握 怎么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啊 将话说清楚 叶帆站了起来 一步迈出 满园接阵 一道光幕 截住了几人的去路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一个金屋喝道 但很快被另几人拉住了 让他不要出声 我欺人太甚吗 是你们这一族强势惯了吧 无故来盘问我 现在反而委屈了 这时许多人都被惊动了 全都朝这个庭院赶来 远远围观 不凡年轻俊杰 与教主级人物 什么 他是那个 斩了隐天德亲帝的人 是他 没有错 与那画像很像 连巴锦宫主人的弟弟都敢杀 真是让人吃惊 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所有人都露出异色 全都在观望 最近十年来 巴锦宫的主人 虽然没有出事 但是却威慑四方 金屋族强大无匹 而眼前的人 却也敢随意拘谨 一看就是一个 不受气的主 想来很不凡 人们预感到 将来也许会有一场 龙争胡斗 卢州可能会因此而动乱 生大波澜 路牙太子虽然没有来 但不是说了吗 一会儿金屋族的九太子 会前来贺首 一场大战 很快就会上演了 这个人敢来此 不像是一个吃亏的主啊 绝不会忍气 真有可能会一战 叶凡一个人站在那里 令几名画龙秘境的金屋 难以动态一下 这些人也都画行几十年了 自身修为不弱 但却无力反抗 朋友 我们纵然言语有些得嘴 但却也没有出手 你不该在老狼神的寿宴上 这样做吧 一个金屋 尽量让自己平静 是吗 你们手持画卷寻到此地 不就是想让你们的主人来处我吗 这有什么区别呢 叶凡挂着一缕默然的笑容 你敢乱来 九太子马上就到了 鹿鸦太子也会路过 你走不脱的 对此 叶凡懒得多说什么 一只大脚踏了过去 踩到他的脸上 落到地上 琵琶作响 其骨头断裂多处 你 真想与我金屋一族对立 成为大敌不成 这一次 叶凡更干脆 一巴掌将其头颅 拍进了胸腔中一半 嘴巴被堵住 眼睛还露在外面 敌对与否 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与我无关 别拿你们金屋族来压我 算不得什么 古地后人来了 其我也会如此踩于脚下 众人心惊 全都露出异色 盯着场中 没有想到叶凡敢如此 说出这样的话来 而今谁人不知 金屋一族十太子 鼎盛至今 开创古今未有之盛况 再加上老辈高手 简直吓人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老狼神的一名弟子走来 年近三十岁 一身轻衣 神色平淡 这位朋友还请留情 今日是家师的大寿 莫要生事 这是老狼神的关门弟子 居传修为惊人 一身天狼进 已入华境 二斤 天狼山年轻一代 全靠他来挑大梁了 将来可能是 得天狼一脉的继承人 许多人心中一惊 没有想 狼天也来了 亲自出面调停 我也是一个 不喜欢生事的人 那就照顾他们的性命吧 叶凡说道 而后快速出手 在几人身上 各点入一道金光 发出一阵碎裂的声响 你 你废了我们 你是在于金屋全族为敌 日后天下将无你容身之地 几个金屋快疯狂了 一身修为被废 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呢 我只是斩你们十年功 并未废掉 不过看来出手轻了 你们强食惯了 到了现在还敢如此 叶凡沉下了脸 这一切太快了 方才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即便是狼天爷想阻止都不能 让众人看到叶凡 羞为可怕的一面 够了 朋友你出手已经过分了 到此为止吧 狼天爷 脸色不是很好看 你们再敢吐出一个字 我利弊你们 立刻给我滚 也凡平静开口 几个金屋族的年轻人 脸色雪白 再也不敢多说一言 全都投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如惊弓之鸟 就在这一日 紫微古星玉的修士 第一次记住了叶凡这个名字 而不仅是一幅画卷 还有他强势的手段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